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院了才知道原来是吃了小龙虾的蟹黄 为了找到是不是吃小龙虾的蟹黄就会中毒 我开始收集大量的网络资料 好 大家进来看一下这个视频 会吃 会吃 香蟹会吃 我觉得很有营养 挺好吃的 吃蟹黄的时候有没有出现过上过香蟹这种不良的蟹 这个倒是有 就是吃完小龙虾然后回家可能会肚子疼 然后又会拉肚子 怎么样 有的人喜欢吃小龙虾蟹黄 有的不喜欢吃 但是有一个情况大家刚才仔细看就会看到了 那个男的吃了以后也会口吐排沫中毒头昏眼花 于是呢 我又去找了所有的资料 看一下专家们对小龙虾的蟹黄怎么说的 虾黄其实就是虾的一种内脏 一种器官 就跟我们吃猪肝 鸭肝一样 它属于肝脏和胰脏 是完全可以吃的 健康的虾黄就是我们所说能吃的虾黄是金黄色的 那如果这个虾被感染了疾病 或者身体的脏器出现了问题有毒素了 这个虾黄就会变成黑色或者是暗黄色 那这个时候就不建议大家吃了 从专家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到 小龙虾的蟹黄是可以吃的 但是要是变了颜色变异了之后的小龙虾蟹黄 可千万千万不能吃啊 吃了就会中毒的 所以要是大家喜欢吃小龙虾 或者你有朋友亲人喜欢吃小龙虾不懂的 你就赶紧转发告诉他们 让他们也知道这个信息 不然的话中毒了 他们到时候就后悔莫及啊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说到这里 要是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 可别忘了关注哦